大家好,欢迎回到华美之声 最近我们会做一个关于美国大学的系列节目 给大家介绍美国各个州最优秀的大学和一些王牌专业 希望对咱们华人朋友的孩子们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华美之声主要分享最新的美国教育资讯 以及美国人文风俗等内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纽约州最古老的世界顶级高等学府 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简称哥大 哥大自诞生之日期就充满了贵族气息 他在1754年在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特许下在纽约成立 因此最初的名字叫做国王学院 1896年才改名为哥伦比亚大学 主校区位于纽约曼哈顿 哥大作为长春堂盟校之一 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大学之一 而且是世界顶级的私立研究型大学 同时也是北美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的14个创始校之一 截至2021年10月 哥大的校友、教授和研究人员中 一共有85人获得诺贝尔奖 在2022年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中 哥大和哈佛大学、阿胜理工大学并列第二 在2022年太吾市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第11位 哥大拥有独有的优势 一、绝佳的地理位置 纽约是全球金融中心、国际政治中心以及世界艺术中心 而哥大位于美国大都会的核心曼哈顿 与其他世界顶级大学相比 哥大的地理优势给学校的学生带来了更多的学习和工作机会 二、丰富的合作资源 哥大的合作院校,比如哈佛、斯坦福以及麻省理工等学院 几乎都是世界顶级的大学 连音乐界的乔楚、纽约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和曼哈顿音乐学院 都与哥大有着密切的联合培养项目 加上哥大与美国的各种国家实验室的合作项目 丰富的合作资源 让哥大的学生在多重背景下提升科研水平和学术实力 三、多样化的课程设置 哥大的新生允许在第一学年的三个学期中的任何一个学期入学 也可以通过考试获得一些主课的免修 而且还不需要上选修课来代替 由于学术氛围浓厚 哥大多年连续被评为全美学习压力最重的大学之一 和其他世界顶级大学一样 哥大的录取率自然非常低 2021年的本科录取率仅仅是3.9% 而研究生院的录取率是7% 但从2020年入学成绩要求来看 哥大对SAT的数学成绩要求并没有很严苛 录取的学生SAT数学成绩在740到770之间 SAT阅读成绩是700到770 哥大的学生教授比例多年来一直都很稳定 从2010年起就保持在6比1 师资力量雄厚 学费以及助学金情况 哥大在2020到2021年学年的本科生学费是60,532美元 综合计算在纽约的生活成本 每年的费用大约在8万美元左右 超过50%的本科生可以得到助学金 平均金额达到46,516美元 除了助学金之外 学生还有机会获得学者奖 以目前哥大热门专业精算学为例 这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一年之后 年薪的中间价是79,600美元 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本科生年薪则高达132,500美元 总的来说 哥大的学费虽然比较高 但是哥大的热门专业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 哥大王牌学院和部分优势学科 哥大优势学科包括医学、法学、金融学、商学、生物工程学、物理学和经文学等 均排在世界顶级大学前列 目前 哥大一共设有20个学院 包括4个本科学院 以及15个研究生学院 本科学院包括哥伦比亚学院 巴纳德学院 哥伦比亚商学院 和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这些学院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高的认可度 以新闻学院为例 下面具体介绍几个主要的学院 哥伦比亚学院 Columbia College 它是美国首居一指的文理本科学院 领先于众多研究型的本科学院 学院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前瞻性的学者 学生需要学习文学、当代文明、大学写作、艺术科学、音乐、人文科学和数学等六大核心课程 实施快学科的学习 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复杂的学术研究 保证学生能够在除了专业学习之外 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哥伦比亚商学院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学院为学生提供了本科、硕士、博士以及企业高等教育 学院的指名是教育和培养 能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和利益的企业领导者和建设者 培养新的学者和教师 学院热门专业 有会计、财务、经济学、管理学、营销等专业 哥伦比亚商学院在2022年US News美国大学最好的商学院排名中排第七 它的MBA专业、金融专业和房地产专业都排在第四 市场营销学等商业管理专业也排在前十名 富士基金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 学院现有173名教授 其中27位美国工程院院士和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学院开设了本科、研究生、在线课程、非学位和特殊课程的项目 在九大专业中 应用数学、生物医学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被认为是全美最佳专业之一 哥伦比亚新闻学院 这是一所研究生学院 同时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的新闻学院 超过100多年的新闻教育 让这一学院成为新闻学术界的领导者 和新闻教育领域的开拓者 目前学院提供设施和博士学位 学生在学习新闻专业的同时 也可以申请计算机科学、国际公共事务学专业、商业等专业 学院主要提供数据、记录、研究、多媒体、广播、商业、音频、艺术、政治、国际 科学和写作领域的学习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 普利策奖 每年由这一新闻学院颁发 哥伦比亚法学院 全美最富盛名的法学院之一 学院目前提供JD、LLM、JSD和执行法学硕士学位课程 除此之外还提供双学位和联合学位课程 学院利用体验式的教育 为学生提供实习、模拟、政策实验室和模拟法庭 法学院在2022年US News法学院排行榜上排第四 紧跟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法格洛斯临床与外科医学院 这是美国最初的13个州中第一个建立的医学院 并且在1767年授予了第一个医学博士学位 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 医学院是美国研究最密集的医学院之一 也是全美MCAT平均成绩最好的医学院之一 学院保留着高度的多演化 它的研究生课程被评为最具生产力的课程 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一系列帮助学生学习医学和保健的课程 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未来的领导者 学校开创了MD计划、MD双学位和特殊课程 遗传咨询专业、职业治疗专业、人类营养学、生物科学医学博士 以及其他硕士学位课程 是一所硕士博士研究医学院 学校为学生配备了世界领先的模拟中心 让学生可以轻松地进行模拟医疗和进行外科学习 以上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哥伦比亚大学内容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 帮助到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